冒着雨 亿万富豪马斯克穿着防弹背心 走访以色列一处边境社区 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在这里屠杀平民 放火烧屋 挟持人质 马斯克在以色列总理大谈雅胡的陪同下 听着解说 不时拿出手机拍照 之后还与受害家庭对谈显得诚意十足 他因为在旗下社群平台X上 赞同了一篇反犹太贴文 引发众怒 招致了十多个品牌 向苹果和迪士尼拒绝刊登广告 白宫也点名批评 眼看损失可能高达20多亿台币 马斯克击灭火亲自走访以色列 还说出了为了加萨必须摧毁哈马斯 以哈休战第四天 哈马斯再释放第四批共11名人质 其中包括了法国 德国和阿根廷公民 居中斡旋的卡达宣布已经达成协议 人道停火再延长两天 预期哈马斯将再释放20名人质 以色列以60名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 而重获自由的人质也曝光了 被俘虏期间的生活 三餐不定主要吃面包 有人在50天内瘦了7公斤 去洗手间要等好几个小时 睡觉是将塑胶椅并且来睡在上面 她们大多数身体状况良好 能正常行动交谈 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近两个月活在害怕恐惧中 心理创伤恐怕短期难以平复 记者最后报道